大家好我是Kin 很多觀眾看到我們之前都會去吃鹽城區的樂卡咪 那有一位觀眾就跟我們推薦了這家已經開50年的長角麵店 他說這家的陽春麵口味也很不錯希望我可以來吃吃看 今天呢就找了時間跟立仁一起來探店 嘗嘗看他們的口味怎麼樣 開動了 長角麵 對 因為有觀眾說那個我們是吃的那個樂卡咪 跟這間都蠻厲害的 那這間我還沒有來吃過 這個裡面的氣氛很安靜 講話不太不太簡單 大家知道 請我幫你用那個樂卡 有很好 這個招牌乳大腸 我們點了湯青菜 有一個人的餅乾 還有那個 米蘭豆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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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這是洋蔥麵 二人很貴那是豬肉 我們吃那邊至少豬肉 吃我們 味道真的變好 後來覺得隔壁的那天 全家豬肉麵比較好吃 對 原本是都 吃他們那間 但是這次吃飯 隔壁中 吃蚊子 但是吃蚊子 我覺得兩家不含火 這邊這種是洋蔥麵 它不是那種拌豬肉 唯一沒有變的是對那邊的回應 你上次不是有找到一些豬豬飯是很厲害的 你上次很厲害要推進你快樂 在上面這邊就很大顆了 一包五十塊 這都一片一隻 這條車 我跟利仁走來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剛才裡面的氣氛太過於安靜了 真的很難講 因為講真的很不自在 那我們走進來這裡就是河北路 我們正後方就是火車站這條路了 對然後剛才這樣吃下來 我覺得其實它跟這個勒卡咪啊 兩個賣的口味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如果是說你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像是一些巴巴那種年代的 應該都是吃到了鹽城區那個勒卡咪那種 那種口味 因為拌豬油很香 他們這邊的話就是一般我們在外面吃到的那種陽春麵 其實它是好吃 但口味來講的話 就是普遍我們在外面吃的陽春麵都是那個味道 它就是非常大眾平常可以當午餐晚餐吃的 早年傳統那種口味的話 我覺得勒卡咪現在還是能吃 它只是沒有像最一開始的那個阿公阿嬤他們做的那種香氣而已 對 但口味來講的話其實也都還不錯 前幾天呢剛好有個觀眾他有來到高雄玩 然後有跟我詢問鹽城區那邊有什麼美食 但是因為IG訊息比較多剛好忽略到來不及告訴他 所以就錯過了 但後來我補給他一些鹽城區那邊必吃 我們最愛的那幾家店 全部都有告訴他 然後也希望說觀眾如果真的有來的時候 我先給你們 阿你們趕快存下來 藉由這一次剛好也在附近 那一間QQ蛋介紹給大家 然後還有一間飲料店 就是也在同一條路 它是酸梅湯 遵循古法下去熬那個酸梅 喝起來的感覺是很好喝 喝起來的感覺是很好喝 直走直走 OK 稍微帶著魚 稍微帶著魚 草梅湯 這間阿智喝茶 兩杯都沒了 兩杯都開中 各位非常不錯 那間QQ蛋沒有開 下次我們有出門吃飯的時候 剛好經過我再拍給大家看 因為那間店它沒有具體的地址 它是在人家店門口 所以說呢 這等我下次的時候拍好不好 好 那我們喝的這個阿智 這間的酸梅湯真的好喝 如果有到那個 山梅市場 這杯買來喝喝看 真的好喝 它民國66年 就創立了呢 一杯35 嗯 而且還可以吃得到果肉 對 吸得到果肉 那算果渣啊 嗯 就是雙梅渣這樣 對 喝它的你會覺得很止渴 不會覺得喝完之後 感覺好像還是很口渴 對對對 我的日常影片呢 就是把我每天吃什麼 分享給大家 那我就盡量去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剛好有來高雄 或者是你是高雄人就可以吃 那當然我也會去一些外縣市 不同的地方 只是說去到外縣市的機會 通常沒有在本地多啦 因為畢竟不可能一直老是往外縣市跑 嗯 成本也高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欠大家一份那個QQ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下雨 趕快回家吧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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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